色泽浓烟的蓝宝石戒指 光一打下去光彩夺目 一枚就要价上百万元 珠宝供应厂商拿出了五枚戒指的照片 现在看来更心痛 真没想到最后会写本无归 看资料给我们了 它东西卖掉 这一张又一张作为保证的支票 变成了废纸 珠宝没了 钱也拿不到 他说它要没有烧的蓝宝 跟漂亮的竹母绿 所以我拿了两颗蓝宝戒指 然后还有两颗竹母绿戒指 还有一个粉红钢绿的戒指交给他 11月4号交给他的时候 他11月6号就拿去当了 被害的供应厂商 大多都是珠宝行 长久以来的合作伙伴 原先交易方式是珠宝行先开票 再跟供应商借高价珠宝去卖 有卖成才算钱 没想到珠宝行 却把这些珠宝拿去电当 支票也跳票 它不是故意要倒的 可是我不相信 它总共倒了五六亿 它不是二亿的 这个金额一定是二亿的 然后他后来又有传简讯 恐吓我们同行 厂商联合起来集体控诉 加一加有15名被害人 指控诈骗金额高达6亿多元 而且对方还要求 要他们自己去当铺领回珠宝 当的他钱拿去花了 你还要去当铺死回来 你现在哪有钱去当铺死回来 就被他捣这么多哪有钱 这家被控诉的珠宝行 前身公司1995年成立 算是老牌店家 2015年负责恩夫妻党 还去新加坡参展 但后来两度变更公司名称 又被厂商集体控诉诈骗 鉴停使用 负责夫妻电话未回 被害人也只能提起告诉 对付公堂 要他们交代清楚 尽情留下 三点新闻将往下 刘雨景 SNG小组台北报道